其實是否OK呢 可以告訴你 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 雙方已經是沒有租任的情況和關係在裏面 已經是由租約變成一個 license 的動作 那就是業主收取住客的收入 然後就用它在你單位繼續住 在結束的合約裏 你繼續讓一個所謂的住客的人在裏面住 對業主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譬如說弄壞了你的東西 或者拒絕遷出 其實都可能會令到業主造成損失 而又在沒有租約的情況之下 去土地審柴處收入 亦都會比較繁複和困難